大家好我是硅谷变老迪哥 我们今天呢建那个日食的冬眠池 我们跟大家讲一下潜水冬眠法 我说是的就是的 这是一个还没有冬眠的 刚才上来露头了 放回去 这种天气我们尽量就去扫冬了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那个外塘的潜水冬眠的水深的问题 大概有五六个厘米是那样子 当然当然这个里面的硅的话 相对大一点的 日食的话有六七厘米大的样子 如果是苗子的话 就可能还是还浅一点 三四厘米的样子 四厘米左右 可能就是过硅背一到两个厘米的样子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下面 我们这个水下面是还有差不多 差不多五个厘米深的糖尼的黑尼 黑尼的作用是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密度相对大一点的话 它有黑尼 它乌龟它埋在泥里面的话 它可以防止摇尾 就是防止会摇 有泥就不会摇 如果说是清水的话 它就有可能会摇尾 这是一个方面 再二个就是说 在冬眠的过程中 乌龟在泥下面 它也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暖的作用 刚才我们给大家看了一下 那个水深的问题 还有水下 我们做了一些处理 就是那个铺上了一些糖尼 刚才跟大家也讲了 糖尼它有几个好处 第一个它乌龟在泥里面 它可以防止摇尾 这个刚才也讲了 再一个就是有一定的保暖的作用 这个也讲了 然后最后还有一点就是 它可以很好的防止在乌龟在冬眠的过程中 腐皮腐甲的问题 就是在冬眠过程中生病 冬眠过程中生病 大家都知道 是非常巨大风险的 有可能就扛不到第二年开春 所以说这样的一些操作呢 主要是我们这里的一个经验的总结 关于有些龟友 他可能有自己的一些操作的方法呀 包括家里面呢 他可能用清水 潜水冬眠 也有冬眠成功的 包括他用不同材质的底纱 也有冬眠成功的 包括在湖里面去取一些泥奶 或者是什么样子 也有冬眠成功的 当然我们这边分享给大家 也是给大家借鉴和参考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 欢迎跟我们点赞 关注 有问题的朋友 请跟我们私信或者留言